西红柿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蔬菜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 西红柿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就到人家冬天去做客 人就会说 干脆我给你来一个西红柿打护面 我想冬天打护西红柿 就像铁风老师说 都一瓶子一瓶子西红柿 除了我们常见的西红柿牛腩 西红柿炒鸡蛋以外 西红柿还能有哪些营养搭配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我爱吃的菜 什么菜 用西红柿做烧茄 没听说过 西红柿能跟茄子能在一起做吗 我可以说吗 我真的吃过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探索西红柿的营养元素吧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振华 首先呢 还是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营养师 铁风老师 振华老师您好 铁风老师好 铁风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我看昨天呢 大家在群里又开始展示自己做的菜了 这怎么回事 我没那么明白 这个你看啊 这个一看您就不太总不太看群里消息 这事很正常 就经常吧 有观众把自己做好的一样菜就发到群里 就大家一起炫耀 不是大家一起探讨 不是一样 不过我看昨天好像都是大部分都是家常菜 对 好像有个说法是妈妈教会我的第一道菜 这个感觉挺有意思 是是是 说到这吧 就采访一下铁风老师 采访一下您 这您学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我那能记住吗 你说小时候因为我是特别热爱家庭生活的 就是同样我妈妈爸爸在厨房忙活的时候 我哥要在屋里玩 我肯定跟着在厨房转悠 这是个人性格不同 但是因为馋可能是 确实是 我现在我愿意做饭了 然后吧 这个学了很多知识 但是正着八经你要学做菜的话 你想我小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很复杂的东西啊 做简单的 你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真真正正我上手碰火 能拿锅 那就是帮我妈做那个西红柿 西红柿 现在叫西红柿 过去叫杨柿子 做的是什么呢 唐半柿子 那也不上火呀 就有这事的可以 听着挺上火 你看一说唐半柿子不爱吃的 那小时候多少吃啊 唐半柿子 最下最最热最热的夏天 对不对 那时候拿我冰箱啊 对 给何做事 刚买回来那个杨柿子 挑好的 然后切好几块 摆盘 白糖趴往上一扫 对 来端上去 我端上屋里去 这傻菜 这没难度啊 这太简单了 不过铁夫老师 你现在说没难度 那什么菜 怎么讲究啊 这铁夫老师说到这个柿子了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 现在这个柿子 我感觉它就是没有柿子味 对 而且那个体型硕大 肥硕 通红 看着 看着真好 而且长得都一样 好像就是不是种出来 就是拿模子扣出来 长得都一样 但是就是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 对 我绝对同意这个观点 是吧 我也感觉是 这个现在这个柿子 以前咱们吃那个柿子都是长的 对 对吧 对 它有长径比 细长 对不对 现在柿子都是圆滚滚的 大小之分而已 对 而且啊 现在是柿子痛红 对 咱们小时候那柿子哪有 反正也有 对 通体痛红的 对 有通体红的 有黄的 也有底下青上边红的 对 要通体都是绿的呢 那就是没熟 对 对 对 是不是 对 为啥印象这么深呢 因为如果通体痛红 而且都发软 不有那句话吗 老太太吃柿子 净条软的你 对 对 对吧 对 那柿子要是软了 你要不吃 那就快烂了 对 为什么挑软的呢 对啊 它放不住了 放不住了 对 然后吧 我那时候吃柿子 小孩年轻 愿意吃硬邦邦的 前面有个尖 对 对吧 那里边 裹肉没有软的多 味道呢偏酸 但是呢 咬个尖下来 然后裹那汁 当饮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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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吃的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 不是上合作社买的那样 就上大地摘的那样 揪下来 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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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看 咬个头 然后裹那汁 万一这头咬大了 撕一身 对 对 那玩意 撕就洗不掉啊 对 哎呀 这刚才说 就说这个柿子啊 咱先别说这个菜 就现在这个柿子就看着通红啊 对 里面是硬的 对 而且里面还不红 嗯 还没水 没有干的 没有汁 就是你想做这个就是做这道菜 就像我说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啊 嗯 就是这第一道菜 所以我学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对 这上手快 对 但是我也经常做这道菜 嗯 怎么做 就是吃着 就没有以前我妈做的好吃 嗯 我现在就是想到长时间 你说用的那个材料啊 什么鸡蛋 西红柿 是油啊什么的 都没差 都一样啊 程序没错 没有那个味儿 嗯 所以现在就是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西红柿 可能跟原来西红柿不太一样了 是 过去一走的这个西红柿 种植西红柿那地方 老远的一股那清香味 对啊 就香味扑鼻 现在拿柿 拿起柿 你闻它也没好 你打开球 你不知道它是酸 你也不知道这是铁 对 哎 长得挺好看 就是 我步骤都一样 嗯 但是做的味儿不一样 就可能像铁房老师说的 就是原因在于柿子 就现在的柿子 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了 嗯 嗯 其实 我小时候吃的 我们家吃西红柿 基本就是做汤 做汤 就这种农村的大锅 没有人会炒 嗯 那个那个那个大锅 就切切 做汤 就着那个包面的大领子 就这么吃 嗯 但是我跟你说啊 嗯 先把那个西红柿 那个片烙起来吃 嗯 但是我小时候我跟你说 我因为这个挨过骂 嗯 那个汤里大部分都 那西红柿那籽儿 对 那西红柿要老了 那籽儿嚼不动 对 嗯 嚼不动 你直接咽着 也能拉嗓子 嗯 所以我就经常 那时候也小嘛 嗯 背着我妈 我老王还吐 吐子 啊 那老人舍不得 嗯 嗯 对 但今天也不容易 啊 那就是得过年的时候 嗯 来企业了 来企业 来客人了 嗯 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嗯 但是我记得那个炒四五个柿子 也就顶多敢放 只敢放一个鸡蛋 啊 不像现在 现在好像一锅鸡蛋炒一个西红柿 对 对对对对对 哎 你们记不记得 我莫凡应该没赶上 嗯 那时候就是赶上 有什么春油 对 春油 春油的时候不都得带半盒 对啊 春油的 有的不省事儿 嗯 买个面包 嗯 买个香肠 是 有瓶气水 嗯 那就很好 嗯 有爹妈负责任的 嗯 洗澡起来给做 给做 先做 带出去 你就不能带头天剩饭了 对 得新做 对 焖半盒大米饭 嗯 对吧 嗯 然后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嗯 我妈那时候做的时候是 一点水都不加的 全像西红柿熬出来那汁 嗯 哎 整一大锅 嗯 然后 把这个饭盒装好之后 把这汤汁 搅上 哎呀 哎呀 到中午开饭的时候 那米都已经把汤汁都吸饱饱了 哎呀 哎 然后拿小勺扣着 你吃我的 你吃啥呢 还尝尝我这个 对 我吃一块你这个 对不对 哎呀 啊 其实啊 这老妈绝对啊 是有经验的人 是 这个我是在这个农村的上的小学 嗯 我我弟弟就在城里上的小学 嗯 嗯 他每年清明去扫墓 对 这个扫墓咱们都一般到沈牙都到烈士灵园 我也是 既扫这个抗美人潮烈士英灵 是 是 大部分家长啊 买的都是点心 对 买几块蛋糕买点饼干 嗯 然后呢 是 就像我们家就住在中华路 他上北陵是走着去的 对 排成 我们都走着去 整齐的队列走 是 你知道吗 但那个时候啊 孩子他不经常吃点 嗯 所以他搁在书包里 他老惦记 对对对 听到吗 一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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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掰一块 塞嘴里 嗯 嗯 寄扫完烈士英灵了 回头到北陵公园去玩 吃饭 去吃饭 哎 是带着给西红柿炒鸡蛋 饭都有 因为他不能偷吃 嗯 带点心那个早就没了 你知道 就看着人家吃 哈哈哈哈哈哈 可甜的 那有技术啊 对 也就是说没有技术 对 人家带饭的那个 有饭有菜的人家吃 嗯 带点心的全 玩去吧 哈哈哈哈 真是那样 哎 不过 嗯 我现在想 现在那么流行 这个盖饭 嗯 就那时候来 对 我现在 嗯 我现在做西红柿 我都是炒鸡蛋 嗯 我都是按照我妈当年这个习惯 嗯 要宽着 嗯 宽着 嗯 不不像现在 现在在家里做这个什么 那个 哎 做西红柿炖牛腩 嗯 嗯 我都不放水 哦 我都教大家做过 哦 然后在家里给老婆孩子 做的时候 西红柿炖牛腩啊 嗯 他们都把什么 都把肉都挑吃了 嗯 剩的西红柿汤汁 嗯 哎 我自己啊 嗯 煮点挂面 哎 明白 哎呀 哎呀 挂面煮完了之后 拿凉水焯一下 对 过变水 然后把这汤 啪往上一浇 嗯 哎 好吃 香吧 哎呀 哎呀 不过啊 大家都说这个西红柿 哎呀 这么好 那么好 嗯 就是过去啊 嗯 在咱们东北 到了冬天 肯定就过季了啊 没有季 你就吃不上西红柿了 对 它肯定不像现在啊 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都有 一年四季到处可以买到新鲜的西红柿 哎呀 您说这个 是吧 现在多好 对呀 现在什么吃不着啊 对 那个时候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嗯 那个我们家在夏天的时候 要做番茄酱 嗯 啊 番茄酱 这就是把它保存起来过冬 嗯 就那个时候的番茄酱 不像现在卖的这番茄酱 嗯 还铁桶罐头 嗯 那个时候番茄酱 是我们第一 纯粹拿这个西红柿做的 嗯 里边是不加糖的 嗯 加糖就容易坏 嗯 它容易发酵产气 嗯 那个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吧 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啊 北方都是吃不着西红柿嘛 对 过冬 嗯 过冬年底你也是需要吃 吃点新鲜东西的 对 对 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了 嗯 我父母都医院医生嘛 嗯 就用那种挂水 打点滴那个 玻璃瓶子 嗯 拿整个几十个 嗯 回家连洗袋涮 上锅蒸 嗯 那竹瓜给瓶子消毒 然后这边啊 把买好的 大量上市的西红柿 嗯 切小条 嗯 然后那个 装到瓶子里 嗯 还不能装满 得留点空间 嗯 嗯 然后上锅蒸 蒸完了 拿胶材儿 啪一盖 嗯 呃 又拿蜡风的 嗯 又拿那胶布粘的 嗯 对 才能长得严严实实的 找个阴凉地方一放 嗯 就能放到来年春天 哎呀 就是铁峰老师这说 这我有印象啊 嗯 那个时候我不是 就是在北京吗 嗯 在北京 因为我妈妈他们家 亲自在北京 嗯 就到人家 就是冬天去做客嘛 人家就会说 干脆我给你来一个 西红柿打卤面 我想冬天打我西红柿啊 西红柿啊 就像铁峰老师说那个 都一瓶子一瓶子 那个西红柿啊 都放到哪呢 冬天就 水缸 水缸都不凉了 对 就在缸后头 哦 拿出一小瓶 哎 可以 然后把那个 倒里面 就就打卤了吗 放两个鸡蛋 哎呀 我觉得那个时候 冬天吃那个西红柿打卤面 太新鲜 太好吃了 是不是 所以铁峰老师一说这个 哎 你有感触了 哎 我有感触 我有印象 特别深刻 对 我印象特别深 你看我是 参加工作最早是在安山人民广播电台 嗯 这个 我第一次去安山是1986年的6月16号 你看 记得 哎呀呀呀 印象特别深 嗯 那一回是到千山旅游 嗯 主要目的 我大舅带着我 我哥还我姐 嗯 到千山旅游 我当时背了一个双肩包的书包 嗯 双肩背 呆双肩背 嗯 实上 然后是隔的 不是皮的 哎呦 那就了不得 那年代 黑色的双肩背皮革书包 对 那书包里装可不是书 嗯 我那书包里装的是番茄酱 哎呀 因为我二舅啊 当时就已经从熊院 搬到这个八育圈 嗯 搬到那儿呢 八育圈 颅屯在那块 开了个小饭店 小饭店呢 它需要用番茄酱做菜 嗯嗯嗯 没有 买不着番茄酱 对 那哪有卖现成的呀 我们从长春大城市能买着 嗯 小罐小罐 我大舅给买好了 嗯 买好了之后谁背 我背着啊 那很沉的 对呀 背着它先上千山 三点钟下火车上千山 嗯 等逛完了之后 已经到下午大概 把带送番茄酱 大概一点多钟 赶火车 再到这个熊岳去 嗯 这全程都是我背的 够累 你说那印象能不深吗 对呀 能替不住吗 但就那个时候 对 就是大城市是可以买到番茄酱 对对对 大城市有 那种番茄酱 就跟我们现在番茄酱一样 很细 味儿很浓 很浓 对 那时候家里要有一罐开开了 嘿 抹一点 哎呀 是 哎呀 今天跟大家这一聊 真是勾起了我对于这个西红柿的回忆啊 往前推到上个世纪的 六七十年代 对 包括这个八十年代前提这个西红柿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都是沙 沙扬 对对对 一掰个起床 那叶子也丰富 就像铁宝老师 这边咬一口 对面就不能占人了 谁要穿个白贵式就算倒了没了 不管是用西红柿做什么嘛 反正我感觉那时候还都得加点糖 对 那种西红柿都没酸 就确实是酸的 对 所以说呀 铁宝老师您看给咱这个食欲现在给调动起来 这个时候就应该展示一下西红柿能做点啥菜了 我今天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我爱吃的菜 什么菜 用西红柿做烧茄子 没听说过 西红柿能跟茄子能在一起做吗 就今天这道菜特别适合那些高血糖的人 或者血糖异常的人 有价值 你听我说 教给大家做 那个没见过归没见过 就因为没见过 我们才要见一见 对不对 我教大家行不 好好 尝一尝尝 切尔公丁 这是可以自己在家做的 首先呢 我们把茄子 解封的福利直播来了 本周一二三电视节目之后 我将会在栏目微信群内 针对粉丝进行福利直播 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加入栏目微信群吧 直播期间 我会跟大家聊聊 怎么吃更健康 同时还会有人身蜜片 安堂 眼贴 在直播间里抽奖放松 还有九块九超值爆款 等您来抢连续三天的福利直播 赶快扫码进群 电视节目之后 我就会出现在群里 跟您面对面互动 你们知道吗 这个西红柿啊 它其实是一种 含糖看着挺高 但吃下去 生糖却不高的用处 它不生糖 不生糖 不生糖慢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 最终都要变成糖 才能够被人体利用 这个如果咱们按照一个相应剂量来算的话 假如说这个人每天只吃西红柿 别都不吃啊 你们觉得最多能吃几个 我觉得二十个 还是莫凡三十个 莫凡你认为 我不说 我不知道 半筐 一筐 跟大家说啊 吃一百个西红柿 都不会很过分 为什么 因为每一百克西红柿 含糖量多少 二点二克 真的太好了 所以刚才我说嘛 它非常适合一些血糖异常 血糖偏高的人吃 含糖而不生糖 铁方老师 这微友啊 叫云中哥 说自己这父亲呢 经常是腰酸腿疼 说弄点什么营养菜 能改善一下 吃点虾 吃点贝壳类的东西 我以前给大家做过一道 鲜虾蛤蛤蜊汤啊 这个做法是很简单的 你看虾和蛤蜊 各一百克就可以 准备点冬笋切丝啊 准备点姜切丝啊 然后家里都有这个料酒 有盐 有胡椒粉 对吧 就可以做了 虾呢 一般都得把沙仙挑下去 洗干净呢 对吧 把这爪虚的都给它剪掉 焯一下水 这蛤蜊呢 也得焯一下水 但是它得开水下锅 烫一下 烫一下不就开口了吗 然后冲一冲洗一洗 把里边沙都洗干净了 然后这时候准备一个汤锅 汤锅汤锅深呢 对吧 然后清水烧开之后 放虾 放蛤蜊 放冬笋 放姜丝 加料酒 煮多长时间呢很重要 五分钟 五分钟就行 然后加点盐呢 加点胡椒粉呢 自己根据情况调味就行了 很简单 铁方老师啊 这菜吧 挺好 挺鲜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不太敢探了 靠吃这食物 我感觉不太行 是不是应该再来点什么补充剂之类的 你这问题问得好 是这样 这很务实的问题 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 腰酸背痛 不是一天形成的 你也不可能通过吃点什么菜 一下就好了 要那样 你也不能问我 对 对不对 补鞍糖 一定要补鞍糖 人老了 一定要补鞍糖 因为鞍糖能够修复 受损的软骨 一个鞍糖缺乏的人 就算没有伤 他的软骨磨损的 也比不缺乏的人快 那些变薄的 变粗糙的软骨 一定要通过鞍糖的作用 才能恢复正常 恢复原有的厚度和光滑 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 关节和关节之间的磨擦 软骨本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只有通过这个过程 才能够恢复关节位置 正常的生理功能和运动功能 还有 关节是什么 关节是两块骨头连接的地方 这两块骨头凭空就连上了吗 不是 它是要由滑膜和软骨 形成一个封闭的腔体连接上 这个腔体里面充满了液体 这个液体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关节液 这个关节液 它能够保持关节的润滑 让软骨表面除了靠光节度来维持之外 也靠这个液体来减少摩擦 这样这个关节部位才能够灵活自如 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那个腿走走道突然间啪 就卡住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它下个关节镜一看 那个光滑的软骨表面是毛草的有毛刺的 医生就要进去拿个小钩一点点给它挂干净 不能走到那一步 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预防工作 靠什么就靠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充剂 如果这个营养补充剂你买得好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清洁关节墙 本来清洁关节墙这工作 是我们人体免疫系统自由的一个工作 你安糖补得充分 那么它清洁的就好 所以安糖又叫关节腔的清洁服务 它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非特异性因子和有害酶产生的作用 它能够提高关节的免疫能力 所以说通过定期口服安糖软骨素 它是可以起到一定程度防治骨关节炎的作用的 所以叫云中哥这朋友 您就不能光想着给您父亲准备个什么菜了 就需要给老人家准备点这个营养补充剂了 是吧 再来看一位这位朋友叫林晓晓 他说什么呢 自己儿子今年17了 说一年前打篮球 上了一下这个半月板 直到现在呢 孩子也不敢做这种比较剧烈的运动 说大跳的时候啊 这感觉还膝盖疼啊 难受 问铁风老师啊 吃点什么营养菜 嗨 17岁 嗯 哎呀 别说他了 我2012年 2012年的正月十四 呃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坐高铁我准备回老家接我儿子去 因为寒假时候在老家跟陪着在奶奶上边嘛 我准备去接他 结果就路上一划 脚崴了一下 2012年的事 现在多少时间 十年了 还疼呢 以至于晚上有时候 称的时间长了 称筋时间长了 睡觉能够疼醒 是啊 到医院拍合自宫站一看 就是稍稍有点这个言行慎处 别的啥事没有 但是他疼啊 对不对 劳也不好 所以说打篮球这种高强度的运动 创一下 出现的这种损伤 是非常常见的 跟年纪没有关系 大家记住啊 这种软骨的损伤 是不分年纪 不分性别 不分种族的 虽然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到底哪种食物能够促进半月板的愈合 但是大家记住 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的患者 一定要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之下 吃什么呢 高品质 高蛋白的食物 什么呀 鱼肉蛋 是吧 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呀水果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抗炎消肿 另外呀 还是提醒这个17岁的小同学 就是别太着急 这个得养 对 对 静养 很关键 我以前就是 前车之鉴 就是总踢球出去玩 然后就伤过 对 伤过之后呢 其实就应该静养嘛 但是我着急呀 跟我妈说没事了 好了 然后又踢球去了 对 完 所以说这事千万不能着急 我记得你有一年踢球伤着脚了吗 对 是不是 千车之鉴 不能走莫返的老路 希望这孩子早点康复 对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吃出营养更健康 今天节目先聊到这 明天我们要做点什么样的健康菜呢 同一时间请您上桌